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,现在开手! 纯歌手未来该怎么走?看看周深的排名就知道了近年的华语乐坛,各大音乐平台歌手榜,排名靠前的歌手基本都是创作歌手,这会成为未来的趋势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比起大多数纯歌手创作歌手们的歌曲,输出质量和数量都是有着一定保障的,能够排名靠前自然有着过人之处。 而创作歌手,一旦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式,在这一个方向上,便可以持续输出很多歌曲。 那么,纯歌手未来该怎么走?看看周深的排名就知道了纯歌手近年来,倒也有着一个特殊的存在。 他就是周深。最近去看QQ音乐歌手榜,周深的排名已经来到了第六位。 我们看看排在周深前面的都有哪些歌手吧?周杰伦,王静文,仁然,承响,林俊杰。 大众比较熟悉的,可能还是周杰伦,林俊杰两位歌手,能够在这样一个榜单上排名靠前,是可以说明一些东西的。 要么,该歌手拥有着大量,收听数据不错的歌曲,要么,该歌手在近期有着爆款单曲。 我个人认为,周深是前者。 纯歌手的确很不好混,我也常常看到一个言论,大鱼之后,周深再无爆款。 若说爆款,数据比大鱼好的歌曲,的确是没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。 周深后面的歌曲数据就不好,要知道,整个华语乐坛,数据超过大鱼的,并且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恐怕也不算多。 周深的音乐,大致有着两个方向,一个是Ost,这是现如今周深的主要歌曲类型。 影视剧方面乐意,用周深的声音为自己加分。 而周深也乐于去演唱,这些质量极其不错的Ost曲目。 说到这里,肯定的给各位推荐一首歌曲。 说来也奇怪,本来看重Vocal的我,应该会更喜欢一些高音较多的歌曲。 不过近年来的Ost里面,和光同尘却是我听得比较舒服的一首,不算特别喜欢。 但是却很舒服,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。 这便是第一条路,靠着极强的唱功和独特的音色,以及较高的人气。 周深拥有了相当多数量的Ost资源。 所以我所希望的是,周深的音色肯定很难模仿,但是纯歌手应该明白自己的优势所在。 努力提高唱功,终究是会被看到的。 另一个,便是在综艺节目上翻唱歌曲。 这是一个比Ost更大的舞台,它的曝光率更高,同时对歌手本身的要求也很高。 从我们的歌到歌手,周深的每一次演唱,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 这两个大舞台,是让一些之前对周深不了解的人,扭转了对他的偏见的。 不过,如果让我推荐一首,个人比较喜欢的歌曲的话,我不会推荐这两个舞台的歌曲。 我更喜欢的是画卷,一上中国综艺主题曲,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曲。 按照周深如今的发展势头,只要之后唱功不出现大变化,人气基本就是稳步向上的。 排名也会越来越好。 出现Ost的爆款单曲只是时间问题,同时,也希望更多纯歌手,能够在歌手榜单上和创作歌手竞争竞争这样。 华语乐坛才会更精彩不是吗? 周深,实力与流量兼具的代表以前,至少在两年前。 很多人提到周深,多是不认识,不了解等情况。 很明显最近两年,他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。 现在很多人提到他都会说一句,唱歌挺好听。 他说过,他想成为生米的底气,有一天别人问我们,你喜欢的人是谁? 我们回答周深的时候,别人可以说一句周深唱歌很好听。 现在,他做到了,并且越来越好。 甚至,有时候可以看到,一些评论说他是流量,看到这个很高兴。 终于有人说他有流量,有了热度。 有一部分人整天说周深是实力歌手,不重视流量,不愿意为他打榜投票,不愿意为音乐付费。 他们永远可以用一句,实力歌手不需要这些等洗脑包蒙蔽很多人。 怎么会不需要流量呢? 有了流量才会有资本选择你,才会有更多舞台,有更多机会。 越来越多的欧斯找他唱,越来越多的晚会,综艺邀约他,这时候又有人来洗脑。 唱太多欧斯了,没有新意,没有音乐人格,他是不是沦为综艺卡了。 层出不穷的洗脑包,因为他越来越火的时候阻碍了别人的路。 更离谱的是,有人相信了,被洗脑了,我觉得周深还是专心做音乐吧,综艺会消耗他的人气。 请问综艺为何会消耗他人气? 对于不认识,不了解他的人来说,难道不是多了一个让更多人认识他的途径吗? 对于喜欢他的人,更是希望可以见到多面敌他。 周深是一个目标坚定的人,他喜欢唱歌,任何事情都没有阻碍他唱歌。 在他上综艺的时候,唱歌也没停下来,单曲,host,准备二专,这些事情都需要他去做。 他经常半晚上发微博,这个时候还在工作,真的很拼,很辛苦。 前几天我们一起闯那个练习式视频,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,他为了展示给大家更好的舞台。 穿了至少两件衣服外面那层都湿透了,他能走到今天全凭自己这样努力的,倾尽全力的。 把每一个舞台都当作最后一个舞台的表演。 他的实力为他在娱乐圈赢得了一席之地,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。 但是,想要走得更远光靠,他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,还需要更多粉丝的支持。 而我们对他的支持只能体现在数据,单取销量以及收藏等上面。 流量和实力从来都不是对立的,流量是大众的选择,资本的倾向。 而实力是可以永续发展的保证。 有了实力,流量就是锦上添花,有了流量,实力才能获得更多曝光度。 请记住,有了流量,有了数据,他才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。 周深用实力给了粉丝比气,也请粉丝用数据给周深比气,相互扶持,他才能走得更远。 粉丝才能看到更多的舞台,听到更多的单曲。 搞事情,要走就走披着米皮的狼。 周深的忠实粉丝大有人在。 时间,就是一台过滤器,帮你删选,替你剔除,不停地过滤你身边虚情假意的人,保留真正的粉丝。 自从周深参加创造影视之后,总是会听到一些令人反感的言论,周深已经吻了。 而地对正需要我,对不起深深,我爬墙了。 说实话,对于说出这种言论的粉丝,小编挺佩服他们的自信。 首先,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强投的权利。 你喜欢谁关注谁,知识你的自由,没有人会对你的这些行为产生任何不满。 其次,放弃周深,你并没有对不起周深,你走了说不定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米纲。 再次,若人干脆立了一点,要走就走,不需要在这里发表所谓的对不起。 可能没有人想看到你的这些言论,悄眯眯的离开反而是保持体面最好的办法。 其实,细看发表这些言论的粉丝,其实不难发现,他们并不是周深的粉丝。 虽然顶着周深的头像,但是点开首页发现连周深本人都没有关注。 与周深相关的微博也没有发过几条,这样的人还好意思自称之前的自己是生米。 这些披着米皮的狼,数量为何会越来越多呢? 究其根本,还是一个字红。 因为周深红了关注周深的人越来越多,会有更多的资源着上周深。 但是娱乐圈资源的资源确实有限的,以前的分配规则被打破,势必会引起相应的排挤。 有实力且有人品的周深挖不出黑料,那就只有从周深的粉丝入手,发表一些迷惑性的言论。 迷惑一些辨实力低的粉丝,并且败坏周深的路人员。 但是,有的时候,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,越来越多的人,注意到这个宝藏男孩周深,自今年2月5日。 周深微博粉丝突破600万大关之后,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周深已经再次吸引了43万的粉丝。 这种茶言茶语的微薄,锻炼了生米辨别是非的能力,进化了米缸,这个大家族只会越来越好。 当年中国好声音那音的一句,对不起周深,我喜欢李维,是多少人心中的一男评。 但是周深如今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没事,我红了。 如今,这种情况也是和当年如初一辙,多年过去,周深同样也可以对。 这些披着米皮爬墙的假粉丝说一句,没事,我更红了,心无旁骛。 权力以赴,目标坚定,无拘风雨,这是我对纯生米的评价。 希望大家在喜欢周深的同时,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,跟着偶像的脚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